大家好我是朋友廚 天氣越來越冷了 今天分享一道閩南特色菜 雞蛋罐藏寶 喜歡的朋友可以動手做做看 首先盆中打入8個雞蛋 總共8個就是280克 接著加入2小勺鹽大概6克 適量的白芋膠粉 然後攪拌均勻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就是看到我的視頻 而喜歡上的白芋膠粉 像我平時就很喜歡夾 感覺它去腥真香的作用就很好 而且也比較天然 吃起來也比較健康 打散過後我們加入150克清水攪拌均勻 這雞蛋就是跟水的比例大概就是2比1 我喜歡把蛋液給它過濾一遍 會比較細粒 朋友們這是我早上洗好的豬小腸 前兩天就有分享怎麼洗豬小腸 今天就不介紹了 準備一根細繩把一頭給它捆起來 盡量就是一定要捆緊一點 避免等一下煮的時候露餡 今天我就是想要一頓吃完的 所以我就做一根 其他的豬小腸 我是打算用來做成蘿蔔小腸湯的 再用礦泉水瓶 剪一個像這種漏斗的形狀 就不用再去買一個漏斗了 把另外一端直接套在這個口子上 這一頭一樣用棉繩給它細緊 接著我們就可以灌蛋液了 這個倒的時候一定要停一下 就給它刮一下 不要讓它打結了 灌好過後我們這邊還有多餘的一長條 等一下我們在中間這個部分給它打個結 因為等一下煮的時候這個雞蛋會膨脹 所以我們一定要留一點空虛 而且這個一定要給它打死結 不能讓它漏下 像這樣就可以了 鍋中水燒到五六十度下入雞蛋腸 下去過後一定要看一下 就不要讓它打結了 不然等一下很容易就爆開 然後開小火 給它煮個十五分鐘 現在我們把海鮮乾貨給它泡起來 準備幾顆這種蠔乾就是海力乾 蓋下仁 適量的干貝 加入清水提前泡飯 這個雞蛋腸煮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不停的動一下 不然等一下它沾底了 準備一小塊去皮三層肉 給它切條 朋友們這個算翻車嗎 就是我們煮的時候沒注意看時間 就這樣子直接這邊就爆開了 還好這一節是完整的 還可以用還可以用 你們就當不知道 準備一根蒜苗 蒜白的話我們斜到些小段 一小塊生薑漆片 紅蔥頭切圈 沒有紅蔥頭的話就用小蔥代替 蒜泥的話我們切小段備用 下鍋裡刀少許食用油 然後下入蔥香蒜炒香 聞到香味以後下入三層肉 還有海鮮乾過 繼續炒出香味 因為這個菜是屬於閩南做法的 所以這些海鮮乾過千萬不能少 主要就是吃這個味道 所以一定要給它炒出來 像這樣炒了大概三分鐘 我們噴一圈料酒 料酒主要就是為了去腥增香的 這邊這個是我提前15分鐘壓的 這種小腸湯 先給它倒進去 然後先蓋上蓋子小火給它炖三分鐘 讓這個海鮮乾過的味道 全部逼發出來 趁這個時間我們把雞蛋糖切成小段 三分鐘過後我們開始調味 加一小勺鹽 一小勺白糖 一勺醬油 然後下入雞蛋灌醬 然後繼續蓋生蓋子小火炖五分鐘 最後一分鐘下入蒜苗跟紅椒塊 今天晚上炒了一道西芹炒平菇 然後來做豆芽 反例上五花肉 加一點這種陸融菇 這個是雞蛋灌炒煲 還有蘿蔔豆腐小腸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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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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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爹爹爹 爹爹爹 捏 按罐子 哥哥捏捏 你没有牙齿也得吃 很辣 你吃一下 很辣 软辣 不是很辣 太爽了 不用用蚊的 我拿一些拔的 昨天给他拔那个牙齿 靠啊 眼睛了 靠呢 好 昨天安眠 摸住 我不注意拔下来 然后笑一下 轻轻笑一下就起来了 对啊 根本就没那么疼 因为你那个肚已经很松了 是你太紧张了 妈妈 妈 油鱼 妈 油鱼 妈 油鱼 没有长高高了 小时就不能长高高些 今天你们怎么没问爷爷在哪里 对 爷爷说这了 爷爷去旧公的道 嗯 嗯 丢一下 欸 對 這麼小還未定 點大蘿蔔 大蘿蔔 媽媽 蘿蔔長高高 對蘿蔔長高高 姐姐也愛吃過 你媽挑食 你媽挑食 對 好棒 點讚 現在普通話越來越會說 對呀 就是媽媽挑的好 馬屁拍的好 不敢當不敢當